虽然而万劳发生残忍命案 一对情侣感情出了状况 并由女友的兄弟做情感滋伤 结果双方爆发口诀 一言不合下 被女友一家人胡活打死 之后还埋尸后院 邻居在家中听到嫌犯商量埋尸细节 才报警揭发这宗害人命案 警方逮捕了三名嫌犯协助调查 来看一组社会新闻 第一起命案 昨天晚上11点被揭发 警方在万劳双西株一户民宅 发现被埋在灌木丛里的死者 额麦警区代主任诺阿里芬 今天发文告指出 报案者宣称 昨天早上11点左右 在住家听到邻居家 喘出激烈的争吵声 之后在下午5点 就耳闻两个男子 讨论如何处理尸体 终于在晚上11点报警 揭发邻居恶行 初步调查发现 死者与女友关系生变 于是到女方家中 也就是之后的案发地点中 与女友的兄弟见面 为这一段关系寻找出路 警方相信讨论不欢而散 爆发口诀 继而变成肢体冲突 死者在女友家中 被对方的家人 用木棍 玻璃瓶 以及铁桶等多种武器 活活打死 激烈的争吵声 还传到了隔壁邻居家 警方逮捕了年龄介于 29到33岁的二男一女 三人将从平安夜开始 沿扣七天 并在刑事法点302 谋杀罪名下接受调查 警方也澄清 这一宗案件 并非媒体最初报导的 兄弟系强 伦长惨案 死者与嫌犯并没有血缘关系 呼吁公众向当局提供情报 协助破案 一言不合就闹出人命的 还有沙巴冰南帮这宗命案 一名外籍男子 华裔卷入纠纷中 结果被多名刀手 用八冷刀寻仇砍死 满身鲜血 横死在一所学校外的大街上 警方今天凌晨4点44分左右 接到投报 赶到现场后发现 死者身上有多处明显刀伤 当局援引刑事法点302 谋杀条文调查案件 同时要求知情民众提供情报 协助执法人员追查刀手下落 同样在沙巴 拿堵则发生野象夺命事件 案发地点位于团结甘榜的 一个番鼠园 一对年迈农民在农地的小亭子里 处理作物时 有至少12头野象闯入农地觅食 老农民的孙女指出 其中一头野象用腿部攻击两人 90岁的罗比斯当场惨死 61岁的达拉玛 背部骨折 腿部受伤 被送院治疗 沙巴野生动物局 总监奥古斯丁指出 梁老不曾挑衅象群 不排除是因为栖息地锐减 大象才会对人类产生敌意 高顺 Pro